我的妻子是一个另类的鸡娃妈妈 她给孩子安排的未来我不能理解 每天上一些表演课 声乐课 能有什么前途 时代不同了 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更注重文艺培养 孩子有这方面天赋 当然应该因材使教 而且读书也不一定就有好的未来 她仿佛只有母亲这一种角色 在家对我视而不见 我的请求经常得不到满足 我的身体不舒服 也得不到关照 难道我只是这个家的赚钱工具吗 快40岁的人了 总还求助别人 未免有些矫情 成年人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牵动身边的人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薛先生37岁来自沈阳公司销售 有请 江女士40岁 来自沈阳公司文员 有请 欢迎两位 孩子多大 11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对 西娃的妈是吧 对 你说不了了 对 今天想来说一说 对 我要控诉她 控诉啊 控诉就算了 说说就得了嘛 她给我的报的班 就是激发到什么程度啊 报的班全是声乐啊 表演啊 然后一系列全是课外的活动 跟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关系 然后甚至请假呀 还有是周六周天休息呀 就全带出去拍摄了 而且我不瞒你说 我这拍摄的片酬 她拍一次23百块钱 现在片酬将近3万块钱了 你说她得拍多少 我算一下啊 两百 一百五十次的 对啊 没有她说得那么夸张 因为你看双休日的时候 别人家也在补课 其他孩子补的是文化课 但我觉得小学不需要补文化课 对吧 学习习惯好的就可以了 是 是 是 然后孩子吧 在表演这方面有天分 那我挺有天分的 天分都看出来了 对 因为她挺射牛的 然后每次出去拍摄 导演对她也挺赞扬的 主要是她喜欢 她喜欢 那家长你就支持她呗 是 是 是 对不对 又不用咱们付出太多的东西 你就是大点时间 你现在说文化课你都掌握不好 将来你再有表演台课 有什么用啊 你将来考表演的学校啥的 也需要文化课呀 文化课不过关 你也录取不了 她刚小学五年级 你就给她派死刑了 你就觉得她就不行事了 但是五年级 我感觉五年级挺重要的 您现在道理的焦虑是来自于说 孩子课外课的方向上的有问题 还是来自于课外课 妈妈选择的太多呀 上课外课不是多 是她把有的时间 都用在这种拍摄和上课外课上了 就是我想带我儿子出去玩 基本不可能 没有时间 一点时间没有 除了拍摄 就是上那种课外课 孩子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二年级还好 现在五年级严重下滑 你在楼下跑着玩也是玩 对不 她有这种拍摄的机会就去 她接触的都是成年人 锻炼的也不一样 再有一个就是 这种我们都是平民家庭 都是公司职员上班的 报这种课 报那种课 一万几千的 然后我还有还这房贷 车贷 就我儿子一个月的学费 就要好几千 几千 三四千 你们家家庭收入是多少 我能一月比他多点 我能挣一万多块钱 他呢 他最近刚上班 刚上几个月班 现在好像一月四千 那还可以 之前不上班 之前都是靠我一个人 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 经济压力大 那你就努努力多挣点呗 那你不能因为 没有钱了就啥也不学了 谁家不是在努力啊 我也在挣钱 我不是说在家呆着 我就整天陪孩子游山玩水 那行 你不开心 我也在挣钱 我也在上班 然后回来了 我也照常做家务 还得陪孩子 我都没有你出去陪他 你还有啥可抱怨的 那你想没想过 这种压力特别大 你考虑过 你知道大家现在房贷 一页还多少钱 车贷一页还多少钱吗 房贷还多少钱 这不需要我知道 啊 这是什么 我的钱都交到家了 我还知道那么多 我还得管孩子 我还得管家 我还得管你 我都管 我要你干啥呀 我隔音过呗 天哪 就是我们结婚十四年 我不瞒你们说 我们是月光族 没有一分损缓 给我造成家里的 就压力特别大 我父母还有病 然后呢 我现在说 如果我妈真有病 我衣服钱拿不出来 我这钱 我又没乱花 说我今天买个名牌包 我明天买个名牌衣服 就这点工资 你还整天穿名牌 那行 行 听明白了 妈妈反正 绝对是有道理的 正义之师 对吧 钱没花在我身上 花在你儿子身上 是吧 我属实没花 我的衣服就 百八十块钱的 就这点钱 我已经很精打细算了 我觉得我做一个妻子 很合格 行 还有啥 还有就是 我们家庭的聚会 每年不是家庭 就是其他姑 爸大姨 在一起吃顿饭 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媳妇和我儿子 一次都没参加过 就是我一个人去参加 人家就是九十口人 都在一起说 就你家就一个人 你媳妇挺忙啊 你儿子打得这么没时间呢 然后给我造成挺尴尬的 这为啥呢 我觉得亲情是双向奔赴的 你不能有那种思想 说我 我是长辈 你就得绕着我 围绕我走 那你是不是 你明知道这些年 你也说十多年了 那明知道我们家事多 对不 说我们家孩子安排得满 那你之前 你不会问我吗 比如说五一放五天假 你们家哪天有空 咱吃饭哪天都行 不 从来都是通知你 哪天哪个时间 你到位就行了 我们也有自己的事 是 我也想陪着你 对不 大家全家乐乐呵呵的 对不 但我没有那时间 你也没考虑我呀 你也不想让我去 你想让我去 自然你们会 有人征求我们意见 没人征求 直接通知你 到位就完事了 就是孩子奶奶想看孙子一面 就是无一失忆 除这拍摄就拍摄 对 那行呗 那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他们聚会不去 你把时间腾出来 带孩子去看看 是不是也行啊 我们过年的时候 都会在奶奶家过 平时 那你说这个东西 不能啥时间 都围绕着你家 那孩子他确实 需要这个机会 你上课的时候 不能请假 你放假了 还得去走亲戚 那你没有时间 人家导演等着你 你今天空了才拍呀 是不是不可能 不 我要打算你一下 他给有个微信群 然后给我儿子 找那种什么拍摄 咔咔咔咔咔 就给我儿子报名 我要发摩卡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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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没事就找 没事就看 之所以我这么找 就是因为他不够出名 够出名 人家导演就主动来找你了 那我们不得看吗 我们不得看哪个 适合咱 我报个名 能不能被选上 你就想让我原地 成个大明星 然后你当他的经纪人 玩油沙玩水 你天南海北的飞 这是你的理想 还有就是 他现在在生活中 只有母亲的一个角色 他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咋回事 就是我生活当中 就是我比较累 我没时间 就是买东西嘛 然后有一次 我让他给我买内衣那户 妻子给老公买内衣那户 薄饭嘛 而且他就说了一次 就当耳旁风一样 而且自己的快递号 十个八个包裹 他老多老多 开始往屋里滴 唯一东西都全是他和我儿子的 我的一件没有 那你不是没有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吧 他就有点较劲你知道吧 那如果他真不会买 我就不睡觉贪黑 我也上网给买了 对不对 他自己比如说 什么我今天喜欢个手机壳啊 我一个车点香水啊 什么摆件啊 喜欢的都能买 那为什么这个内裤 咱就拿这个打笔方 你自己不能买呢 你非得等着我 你给我买 我就等着 我看你啥时候给我买 是不是较劲 撒个娇嘛 多大叔叔了 四十多岁过日的 一天鸡毛算是老多了 你这四十人才三十七 四十还不到呢 你在三岁和六岁的时候 差三岁差得多 这中年人差三岁还多吗 中年人就不需要关心了 我没不关心的 他的重点是 你没在意他的需求 是吧 重点不是内裤这件事 那我在意了 那你有扣 在那瞎扒拉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买 我都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 你还在这跟我叫什么 就得我买 而且 而且我按照说 他根本就不心疼我 不心疼这个老公 就是有一天 周六嘛 休息嘛 然后我就是 起的比较晚 然后我平时 我都做早饭 就那天早上 我没做早饭 然后他跟我人 就是擦地 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能感觉出来 呱呱呱呱 动静特别大 然后呢 我人说 妈妈一会儿 我想去玩玩会儿去 下楼 他妈说 玩什么玩 玩什么玩 一会儿就走了 玩火就蒙圈了 我说要去哪呀 去哪 学习没能去哪 就是那种 特别生硬的 然后呢 待会儿转身 踹门就走了 可能是因为没做饭吗 带人下楼吃去了 我一个星期 七天 我上六天班 就周日休息 我早上 边管孩子 边打扫卫生 你像个大爷一样 往那一躺不起来 你是觉着休个礼拜天了 那谁不想休礼拜天的 我是出去逛街了 我是不是带孩子出去的 你就躺着问 干啥去 干啥去 我回答好几遍 听不着 我不得大点声 我大点声 态度又不对了 态度和大声 谁看不出来 我也不是傻子 就你态度啊 大声说 我一会儿带我儿子去学习 或者怎么样 我带我儿子学习 没能干啥 那谁听不出来 这态度不好啊 不是 我很好奇地问一句啊 那这周六晚上 你们夫妻都没交流一下 说明天早上 要带孩子干嘛 这不都正常的吗 夫妻嘛 晚上的时候 躺在床上都聊聊天 哎呦 明天还活还挺多的 我们要干嘛去 干嘛去 干嘛去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分床睡 为啥 他嫌北屋冷 因为我们是 房子是南北通透的嘛 然后要上南屋去睡 为啥分房 属实是冷啊 属实是北屋冷啊 不是 北方我们在沈阳 那你为啥没去南屋呢 我的意思是 那我儿子在南屋 我住不下呀 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住 不是 你跟十一二岁的 儿子住一个屋 不跟老公住一屋啊 我不是一直在那住 就是停气了以后 屋里特别地冷 今年我属实是停不了 就是盖着背 都觉着风特别大 然后我跟我儿子 在一个屋住 那没有别的屋 我不能上客厅住啊 不是 那您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 我买个电暖器就解决了 我要想跟他住一屋的话 我买个电暖器就解决了 为什么不买电暖器呢 那对 你得问问他 为什么不把北屋的地热 修一修啊 那更能解决了 他也说了 您说的是停气啊 您这矫情啊 您这嘴可真厉害啊 冬天的时候也比较冷 我都忍了 这要是稍微的那个跟不上 您的节奏就给您带到坑里了 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 我就不想跟他住一屋嘛 你就直直说 现在他看我比较反感了 那我看出来了 眼不见心不凡那种的 我就是我感觉出来 对我特别冷漠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 为什么是儿子住在南屋 不是父母住南屋呢 原来我们是住在南屋 孩子住在北屋的 北屋那个阳台后阔出来 后阔那一块是没有暖气 没有地热 就冷 不是特别冷不就想办法改善吗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他的事 这个事还得我去想 我什么都想 我哪有时间 我没有空了 您就说他不作为是吧 对 每天回来了就躺着玩手机 行 咱以后就作为作为呗 我还想怎么作为呀 补习班我带去 饭我来做 你手受伤的时候 我都不用你洗衣服 我来洗衣服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是正常上班 我就周六周天休息 休息我还带孩子上一天课 周六三节课 周天三节课 我基本就没有休息 我还想怎么替你分担 培训的时候是您带的 对一直我带 拍片的时候 是妈带的 对对对 而且下班了 下班他是做饭 这个我承认 因为我到家晚 我到家最早都得六点半了 他回来的早 他四点多就回家了 那你还坐在那等我做饭 就有点过分了吧 剩下其他你说你干啥 你除了做饭 油瓶岛都不带服的 做饭了 往那一躺 啥都不管了 那你要是平时的时候 就我咱说 是现在我手 前段时间手受伤了 他洗衣服了 在我手受伤之前 十三年 你除了洗脸 你碰过水吗 啥都我洗 袜子 只要我 就假如说我不在家 你要有七天不在家 挖的就放棋 换棋所 放这放着 就有一次我 咱俩争吵 我都 我气迷糊了 我上医院去检查 说我高血压 高血压 三十七岁就高血压 对啊 然后我也挺震惊的 然后 他感觉他蛮不在乎 他就说 高血压 你不正常 怎么的 你能吃能喝的 怎么正老胖 然后高血压 然后他 正常也是 还给我争吵 这是我感觉我对我 我挺心寒的 你血压高 自己控制控制吧 你三十多岁了 还得我 我觉得你血压高 我得安抚你 你少吃点油腻的 你少吃点大油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注意 就指着别人 得让着你 得迁救你 你心情得好了 心情舒畅了 谁不想心情舒畅啊 一天就那个几个时间 我下班了 马不停停 我进屋 虽然我不做饭 那我马上放下衣服 就得干这干那的 我还得有时间 坐下来安抚你 你开心不 你快乐不 不是 你干啥干啥呀 回家不熟识啊 你不插地 不插活 早晨没有时间插 你吃完饭不刷碗呢 你还得给海检查作业 你还想陪孩子下楼溜溜弯 一共有几个小时 你还得保证 在孩子睡觉之前 把这些住着住了 甚至晚上晚饭刷晚 我都等孩子睡觉以后干 你说十点能上床 都是最早的 你咋不想着 关心关心我呢 一周上六天班 还得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家 媳妇累不累 媳妇难不难过 都指着我关心你 那我还不过关心你 我能承担的 我都承担了 我就差当保姆了 你都干了些啥 那么多抱怨 说出来 快 她手受伤 我又媳妇做饭 别说手受伤 然后你说地我是不拖 但是那天 我说买个洗衣机吧 这家伙她就说 你买洗衣机 回来我给你咋那么老贵 有一个洗衣机 因为我手受伤了嘛 东西就多了 袜子分开洗 内裤分开洗 钱的身的都分开洗 她就觉得费事再买 我就受伤这几天 你买了你得投入吧 本身你都压力大了 你就想自己轻一下 然后买一个 再说你又放哪 又没地上又花钱 过两天我手好了 也不用你了 好好好 听懂了 听懂了 这老公还用不用吧 您直接给你名化 反正在你眼里 这老公没用嘛 老公这么说 你什么不ですか 不过 他过了 再说我们要保持 回后 你无共的 这种 sla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全是爹跟在旁边 出去出风头的时候妈来了 哎呀这个导演您社交好啊 我好多家长我都不愿意说你知道吧 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把孩子给弄坏了 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事 搞培训不是看孩子学了什么 他根本不在意你教孩子了什么 他们最关注的 老师 孩子能在哪儿露个脸啊 老师 能不能在电视台播出啊 老师那个你认识导演多 你能不能让我们孩子在某一个电影里面出个劲啊 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锻炼他一下 锻炼啥 比如说社交 比如说 这跟社交有关系吗 这是工作 这不是社交 没有像他说每个周都去拍 我想带我出去遛玩或者丢的 就是假如说上两个公园玩 就全是课 全是这种课外课 就是不拍摄也有课外课 你看就是周六周条上课 我都一带两天 就没有时间说带说 带搞一些亲子活动了 其实挺可怜 妈也可怜 妈可不可怜 妈可怜 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关注 放在了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身上 其实挺可怜的 爹也可怜 可不可怜 也挺可怜的 这爹还算好 没向外 心还留在家里 这要向外了你可咋整 当然你会说滚 你没啥用 看不见呀 他的付出你看不见呀 他也不付出 行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个 你们听听老师说吧 我说的这句 我是没有生活的人 对吧 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我听不懂 对啊 老师总是听得懂的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波红兄 孩子当然可以去 适当地参加课外的培训班 但是您的功利心很明智 您就是把孩子当成了 实现你自己梦想的一个工具 恕我自言 您认为您很伟大 把时间全部花在孩子身上 我就是为了孩子成长 孩子需要关爱 需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爱 但是作为丈夫 她也需要妻子的关爱 当然你也需要她的关爱 这是相互相成的 但是你们家 这个落差太大了 你现在已经到了不顾一切 去培养孩子当童心 往这一条路上去走 但是没有去想 这个家 如果因为你这样的一些行为 你这样的一种状态 丈夫最后真的忍不了了 这个家就瓦解 我希望你能够看到 你们家庭 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真的 丈夫焦虑 儿子疲劳 赶紧地赶快地 把孩子拉回来吧 这对孩子是有益的 谢谢 谢谢伯伯兄 杨老师 我从两点跟女生说 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 才大四岁 你儿子现在所经历的 我都经历过 那我的小孩从小也 会去上很多 所谓的培训班 但基本上都是 以他的兴趣为主 我孩子也参加过表演 一共参加过两次 也拍过一次戏 演过一次话剧 我觉得那是让他 见见失眠 看看舞台 但那不是他 培养他 艺术造诣的舞台 他真正培养他的兴趣 对音乐的兴趣 我们从三岁弹琴 弹到现在 你知道核心培养的 除了终身兴趣爱好 这还是棋子 最重要的是爱的能力 你的孩子 根本没有爱的能力 因为在这个家里 他和他爸爸之间 都没有产生一个 好的爱的连接 爸爸说什么不算呀 我家我妈一手遮天 不需要跟爸爸交流 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女性 没有男性的力量 小男孩最重要的 这个年纪 还真不是妈妈天天陪着 是男性的榜样的力量 在你心里就是你爸 你爹没用 有什么用啊 不就周末开个车 送你去培训一下 关键时刻都是你妈 男人太没用了 我跟你讲 你儿子现在心中就是这样 如果你继续用 这样的方式培养他 将来他就不爷们 你毕竟走着看 第二点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40了大姐 马上孩子 我跟你说 我儿子现在15岁 根本不需要我 但是我很开心 我儿子自己做饭 自己打扫屋子 自己学习 自己社交 完全不需要我 我就可以去做 所有我爱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经过一段时间 很低落 他这么不需要我 但我现在很自豪 很开心 我觉得他有 独立生活的能力 他是一个小男子汉了 所以只从孩子的角度讲 他会成长 你马上就很可怜 你太惨了 我都看得到你的未来 没有兴趣爱好 十几年了 我一招儿子转 不看老公 他再过两年 青春期开始 你就是最烦的那个老 老妇 你记住我说的话 培养和老公的感情 放手儿子 培养自己生活的乐趣 所以你要好好思考 这个问题 这是为你好 为你孩子好 谢谢袁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家庭关系当中 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 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 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大问题 亲子关系一定会产生 更大的问题 老公让你买内裤 他真的是让你给他买内裤吗 买内裤是一种 亲密关系的体现呀 他怎么不让别的女人 去给他买内裤啊 你可别挑这事啊 真买了就麻烦了 这就快了 这不是我挑事 马上了 但这真是你逼的 所以我就觉得 听到你说那个说 你怎么那么矫情 内裤你不会自己买吗 是啊 他当然可以自己买了 为什么让你买 这是夫妻之间 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 谁能给他买内裤啊 这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了 那你真这个老婆也不用当了 你压根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你让儿子看在眼里怎么想呢 你还让他去当演员 演员是在演吗 演员最重要的是用心感受 他从小连亲情都感受不到 请问他怎么演情感戏 什么都不懂 天天就害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带你儿子去拍那些东西 到底是孩子感兴趣 还是你感兴趣呢 它本来是一张白纸 本来未来如果真的好好培养 有可能走上与这个相关的行业 但是就在你这样的 从小把它带进这样各种各样的剧组当中 他现在已经这张白纸上 涂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想再回到一张白纸 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 就是一个妈妈 什么都不懂把孩子害了 还以我的孩子 现在学到了各种技能为荣耀 你和你老公的关系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你愿意过就过 不愿意过就不过 但是你不能害了孩子的未来 不能毁了孩子的人生 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山大老师 宁娜老师 11岁的小男孩 其实不管你用多少课余时间 带进组里 他依然在学校的时间最多 为什么我们总看到 童心慢慢地都消失了 因为当童年 我们大量的时间在往外放 在被剧组 被承认的这一些事情感染 而没有在进行 自己内在的填充的时候 后继无力了 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同心 比如说当年央视西游记里 红孩儿的扮演者赵新培 他演完红孩儿了以后 啥都不干了 回去好好地读书了 再也不演戏了 后来他做什么了 社科院博士 现在又是一个成功的 这一个商人 对于他来讲 他已经在自己的 通过智慧也好 学识也好 他探索出来了自己人生的路 童心只不过是我这一棵大树上 长出来的一棵小枝鸭而已 它使我的人生更丰富 更自信 知道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去 我都可以应对而已 再不把孩子拉回正道上 你的孩子避讳 怎么拉回正道上 你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明确地告诉他 马上六年级 该收心了 一切演艺工作全停 假如孩子你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的 我们要努力地学习 学文化课 学表演技能 未来我们要考正规表演院校 这样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 才更有机会接触到正规的一些影视资源 让自己在正规的一条路上去跋涉 而不是靠妈妈给你蹚出来的野路子 然后把每个周末交给你的丈夫 带孩子去体育场 带孩子去体育中心 鼓励他融入到那一些篮球队 足球队里跟男孩子们互动起来 否则你的儿子将来 可能跟其他的同性相处都会成为问题 既然都是爱儿子的 既然他是爱您的 眼下能做出改变的唯一的人 其实就是您 自己好好想想看 该怎么样通往你希望的那条路 谢谢敏达老师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你们俩的关系完蛋了 其实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就是坍塌的 我们也很少见到一个男人 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是在意这个家庭 他是在意你给予他的感受 您的问题当然很多 但是今天不以此为主 当你看到一个在婚姻当中 特别厉害的女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家的男主人是没有力量的 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在他的亲密关系里 或者在他家庭关系里面 有一个特别有力量的男人 就是他是靠得很舒服的 他不需要去张牙舞爪地去挣脱去束缚 所以你想怎么增加力量 其他的没有了 好好说说吧 我觉得你们俩可能连温柔地说话都不会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既然来到这个节目了 我希望你呢 以后能改一改你身上的毛病 多有孩子一些时间 希望你自己反思反思 老师们说的话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结果吧 会出来对吧 当然这个妈妈 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 其实你就是咱们客观地说 既恨又怜 就是她代表了现在一大批中国女性中国母亲多不容易 你就累不累 真累死了 效果好不好 效果真是糟糕透顶了 但是她刚才说了或许我自己错了 这个不容易 所以肯定双出 杨老师 这肯定双出啊 肯定双出 我就是希望今天真的对她有一些启发 别再去那些的剧组了 梅老师 肯定双出啊 就希望女人别把自己的焦虑和野心投射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去 有焦虑有野心就逼自己好了 来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咋啦 走了 双不出啊 这个结局是大跌眼镜 我猜不出心里的动因是什么 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女生我能理解 就是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你们随便说 男生到底是什么没想到 是因为我们说 我怎么觉得是可能他们俩都觉得现在状况确实非常不好 回去反思一下 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的结局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推导这个结局 为一个结局做决定的时候 人的那个思考才重要 如果妈妈觉得就是错了 不出来 回家再去知歉 也是一种方式 不一定两个人非要牢牢地握着手 一起往错误的路上走 分开 向正确的方向走 也许对他们对孩子都是更好的选择 不应该是这么久的